但真正的有平安 其实在这个世界 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 其实就是充满了许多不定 充满了许多的变数 今天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听诗歌 但是我们明天之后 我们会在哪里呢 也许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在圣经里面 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这里讲到说有人这样子计划 我要到某一个城镇去 我要在那里做生意 我要在那里赚钱 这个是人的一个计划 但是事实上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照着我们所既定的计划 去运行呢 这很难说 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 充满了许多的变数 所以圣经里面继续的就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明天如何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好像天上的云雾一样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在这近几年当中 我们所看到在台湾里面 所看到的灾难 八八水灾 九二一的大地震 这个都能够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警惕 刚好八八水灾的时候 大概是四年之前吧 我刚好注目在高雄的前镇跟小港这个地方 虽然我没有在纳玛夏 或者是这个地方 就是经历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灾难 但是在这个灾难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丧失了家庭 很多的人都要离乡背井 当时在前镇教会 我们就收纳了大概有一百多个人 人次来寄住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寄住在山上的家 也或许他们可能在认为 我们明天想怎么样 明天想怎么样 小林村当时死了八百多个人 人数非常多 平常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人会回到乡下 可是那一天是八八 八八节 很多的人为了要庆祝父亲节 然后到那个地方就回乡去 没有想到这一回去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出来了 因为整个小林村就灭村了 只有一小小部分的人 能够逃离这样大的一个灾难 这就是一个人生 921和常不也是这样吗 当时可能很多的人都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我还记得在当时的 921就是9月20号的晚上 我们东市教会有一些人去离冷教会 因为当时有离冷教会有一个信徒过世了 他们本来也在计划 9月21号那一天要到离冷教会 到这个弟兄的家 到这个弟兄的家要几半商礼 然后呢埋葬 然后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就到东市学生中心来那边聊天喝茶 刚好小弟是东市学生中心的主任 就在那边接待 12点多了 就他们都一一地回去了 那我也跟我的传道娘也要准备休息 但我们人可能有的人可以一躺就睡觉 但有一些人没有办法 我是刚好数那一种没有办法一躺就休息的 一定要想一想事情才会睡觉 所以921凌晨1点47分的时候 我是非常清醒的 当时的地震窑洞非常的大 甚至整个学生中心很多的东西都掉下来了 连在一楼的东西都掉下来了 我们晓得在921的时候 最大的伤害的两个城镇 就是埔里还有东市 东市死了 全台湾大概死了2000多个人 东市死最多800多个人 我们可能有看过棺材 但是大家去思考 你能够一下看到几个棺材 我们可能到棺材店去看的时候 两副三副已经算是非常多了 能够一次看到十副棺材 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可能没有几次 但小弟看到一台车一台车 一个托板车一个托板车 载着40个40个棺材 20几台大概快要800剂的棺材 从我们的眼前这样子过气 那我也曾经到那些尸体中 就是遗体收容的地方 我可能想一想大家可能有看过战时的征战 我们看到尸体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排过去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在灵物级所废弃的一个仓库当中 当我们亲戚看的时候 尸体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摆 像医院还有床铺 没有那里都没有床铺 床铺就直接在地板上面 所以我们想一想 现今的人生就是这样 充满了太多的变数 这个变数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想象 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意测的 谁能够知道明天如何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是主所给我们的 所以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 就这样告诉我们 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 经历到许多的苦难 但是你们不要记怕 在我里面有平安 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 这是圣经很明白的指示给我们的 在世界没有平安 在主里面才有一个真正的平安 这是主所应息给我们的 这个平安是心里面的一个平安 不是肉眼所能够去看到的 而是在心灵里面的一个承受 今天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灾难 但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当中是如何的来承受呢 看到九一一地震的时候 虽然当时死了很多人 可是地震之后 有一些人看到自己的家也没有了 自己的亲人也没有了 心里面就没有了这种生存的一个意义 因为他们总认为我要生存在这个世上 我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对我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宝藏一样 但真是这个人生的宝藏吗 不是 所以当亲人没有了 当房子财产都没有的时候 就认为人生没有希望了 有好多的人得到了忧郁症 有好多的人甚至自杀姐姐自己的生命 认为说我这样一离开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结束了 也结束了我的痛苦 但不是这样 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有我们眼前 所看得到的这个短暂的生命 我们不过可以活到七十八十 能够到一百的真的是寥寥无几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 我们死之后 难道就像很多人所认为的说 死了就是一了百了 什么都没有了吗 所以当现今很多的人 当一到不平安的时候 当一到不快乐的时候 就用自杀来解决这样的事情 这样就是对自己的人的生命 不够认识 我们生命的灵 是不死的 我们生命的灵 它是永远活着的 不会因为我们肉体的死亡 它就灭没了 不会 所以我们人生的一个真正的归宿 不是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纳古塔 或者是坟墓 这都不是 我们人生真正的归宿 一个在天堂 一个在地 那今天主给我们的应洗 就是在天上的一个应洗 主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在天上的一个平安 今天能够去认识主的人 纵然在这个世界当中 遇到了患难 遇到了病痛 可是他相信 主爱他 他也相信 主会医治 主会抗顾 即或不然 在旦一礼书里面所讲的 就算说 在这个世上 主没有医治我 主没有让我想要得到的 赐给我 但是 我还是依旧相信神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主给我一辈 添加 纵然我生病死了 纵然我一到冠难死了 我也不记怕 因为我知道 我能够到 主所为我们 一辈的天国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其实面对 众多的患难 众多的困苦 我们都不会记怕 因为有了主 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应洗 这个平安 就在我们心中产生了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平安 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安 就从主那边 得到一个真正的喜乐 在菲利比书里面 就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靠主喜乐 所以在菲利比书四章第六节里面 就这样告诉我们 说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当要义无挂力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跟感谢 把所要的来告诉神 我们在生活当中 真的面对了许多的困苦 面对了许多的困难 在这个当中 我们懂得依靠 因为我们相信主会帮助 会抗顾我们 所以我们就借着祷告来交托 神会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 神会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 借着这样的心 让我们在痛苦当中 能够得到喜乐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在众的这些 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 已经在教会里面的 其实我们跟你们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也会生病 我们也会碰到困难 但是我们在生病 我们也在困难的当中 我们依旧是喜乐的 因为我们相信 主会抗顾我们 主会把我们 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